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世代可以参与公民科技社群 然后自主展开专案 我们今天会先从计划源起 然后接着会介绍就是我们这次投票的机制 叫做平方投票法 然后接着Jasmine也会分享今天大家可以怎么投票 然后最后会分享今天有参与这个资金池计划的专案 那首先资金池计划这次的规模是15000人新台币 然后再加上纠纵团决策委员群有赞助15000的新台币 所以总共会是3万块的资金池 然后我们的资金分配就会有参与者 用平方投票法的方式来投票得出 然后右上角是playbook 就是大家可以扫这个QR Code 会看到就是专案的介绍 然后有更详细的就是缘起跟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说明 还有规定 那报名的资格限制呢 就是不限国籍学经历或者是个人 然后核心成员就是超过5成是35岁以下的轻世代 原本是7成 那我们因为后来想要让更多的专案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把资格下降为5成以上为轻世代就可以 然后专案的主题就是由总统杯的黑客松评选标准为主 然后希望成果可以导入就是公共服务的运作 然后在过去三个月内是有明确的活动的 那接着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投票的平方投票法 平方投票法的话就是 我们在GinV的脸书也有一个贴文的介绍 有两三篇贴文的介绍 然后平方投票法就是投一张一人 然后投两张用四人 投三张九人的话 投N张需要N的平方 所以就是这个是相关的 就是当你投票的脸书越多 你单张的成本就会下降 应该说单张的成本会上升 然后投票机制交给Jeson 好那今天到底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投票 就大家如果刚刚报道看到一个小小的QI Code 它会点到这次大松的四川表公笔 那四川表的其中一页就有资金池投票连结 那我们用的这个 它是Ready Code Exchange这个网站的工具 那它会是每个人会认领一个投票连结 那因为这个昨天才弄出来 有点懒得写一个什么 好那就请大家扫描一下 然后拿一个连结 并且把它删掉 以便别人偷看你的投票 好那在进去连结之后 会有这个页面可以sub in你的票 OK那今天等一下的专案会上来 我们就不在他们时间了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对这个投票的机制 这是今天第一次试行 所以大家就可能帮忙投一下 因为那三万块怎么分配 就是仰赖大家的投票结果 要不然就是等于平均除一除就结束了